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登陆是非常冒险的事情 有可能会全灭 何况这时英国政府还没有学会管制媒体 伦敦的报纸上早就有战地记者用电报 发回来的联军作战计划预测 只要撒谎那边有几个人懂英文会看报纸 就不能预测联军的动向 并且来个迎头痛极 然而众所周知 战场的状况顺其万变是无法预测的 接下来的战况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英法联军顺利的从卡拉米塔湾登陆成功 海滩上连一个俄国士兵都没有 然后迅速攻占不射防的耶夫帕托利亚 为什么联军登陆这么简单呢 因为负责防御的俄军统帅缅西科夫认为 无法在敌人箭炮射程内的海滩上攻击敌人 我将把部队集中在对我有利的阵地上以疫待劳 这是他在收到敌军登陆报告后的9月15日写给沙皇的报告 当沙皇接到报告时已经是10天后的9月25日了 那时联军已经在阿玛尔核战役中击溃免西科夫的防御战 直逼赛瓦斯多波尔了 当然了联军受制于地形自身也伤亡惨重 但是拥有射程更远射出更快的米尼步枪 联军在野战中的优势是俄军完全比不上的 这一点在后来的多次会战中屡次被证明 那么战争是否就此一面倒呢 也没有 因为联军未能趁着出战胜利一口气冲进要塞 他们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俄军在溃退之后失去了指挥 根本没人防守 可是联军远道而来对要塞的情况所知有限 选择了保守的缓步推进 这就给了俄国人恢复清醒的时间 虽然要塞的守军跟着惊慌失措的免西科夫跑了 但是港内的俄国黑海舰队司令下令 舰队自成堵住港口水兵上岸防守要塞 于是当联军完成自用稳妥的包围圈之后 赫然发现他们既无法用军舰从海上炮击要塞 因为航道被堵射军舰无法进入射程 也无法轻易接近要塞了 因为水兵与居民已经堵上了防御攻势的漏洞 更糟糕的是 联军选择要塞南方的高地为主攻方向 因为这样可以从海上获得补给 不用坚守漫长的陆地补给舰 可是这样一来也让要塞可以从北边获得补给 这就让本来可以短期结束的战争 变成了一场注定会伤亡惨重的持久包围战 接下来349天 塞瓦索波尔成为了全欧洲关注的焦点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这是第一场有战地记者跟随报导的战争 所以战场上的所有细节在两天之内就会变成新闻 这就让战争可以迅速影响公众舆论 甚至左右国家政局与大国外交博弈 这些都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这场战争是后来总体战的预言 记者描写的战场细节总会掀起公众讨论 比如说154年10月25日的巴拉克拉瓦战役 俄军为了阻止联军在要塞南方形成包围圈 主动出身发起攻击冲击联军阵地 如果单看结果 这一战其实是俄军获得胜利 但是在英国战地记者的笔下 英军骑兵的错误被写成勇敢的冲锋 英军步兵在周围友军崩溃之后 被迫孤军奋战阻挡俄军骑兵冲锋的断后战 被记者形容成了the thing of the red light 从而变成了英语中快智人口的著名比喻 此后细细的红线就变成了 勇敢无畏的孤军 成功阻挡强大敌军的代称 被英语流行文化广泛的使用 后来描述每日瓜岛战役血战的知名小说与改编电影 用的就是这个历史典故 哦对了 之前我们讲长津湖的时候挖过这个坑 近期会把这个坑填上 好了回到1854年11月的克里米亚 由于双方各自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 所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 真的远到来的联军可不是好消息 因为克里米亚的冬天就要到了 这里虽然不是俄国本土那种高危酷寒之地 但是冬天的威力还是让联军吃足了苦头 根据战地记者的报道 11月14号 一场飓风横扫联军营地 帐篷如同纸片般飞到空中 箱子桶子毯子裤子裤子帽子 还有桌子椅子都被吹得满地乱滚 海上的风更大 大风吹的船只撞来撞去 因为担心俄国人炮击 英国船只都疏散到岗外 这反而造成21艘英国运输船 被风暴摧毁沉入大海 随同船只一起下沉的是4000套东庄 这让联军失去了在冬天发起大规模攻势的战力 双方只能在冰天雪地当中小规模互相伤害了 但由于营地的医疗条件恶劣 英军伤兵都后送到土耳其首都附近的斯库台治疗 只是记者发现 那些送回后方的伤兵 死亡率却不比在战场上低多少 这些惨状被泰晤士报报道后 引起了一位女士的注意 她就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出生在意大利的弗洛伦斯 因此得名 几乎全世界的小学生都认识这位高贵的女士 1854年10月11日 南丁格尔和38位志愿护士抵达斯库台 这里是英军野战医院所在地 南丁格尔很快成为该院的护士长 被称为克里米亚的天使 护士这个职业其实早就有了 但是早期社会地位非常低 待遇也很糟糕 与今天的白衣天使形象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南丁格尔最大的贡献 就是透过泰晤之报宣传护士 救死扶伤的精神 让护士的形象大幅提高 不过必须补充一个历史的真相 南丁格尔是在10月下旬抵达的 此时英军野战医院的死亡率是8% 四个月之后 1855年1月份 斯库台野战医院的死亡率提高到了52% 整个冬天有4000名士兵死于斯库台医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并不是南丁格尔的责任 南丁格尔是一位禁职的医院管理者 南丁格尔重建了厨房 买了新锅炉 雇用土耳其妇女帮忙 提高了医院的治疗效率 南丁格尔还每晚都提着灯笼 巡视病房 对于伤病来说 他是一位完美的白衣天使 可是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情况被泰晤士报报导后 公众舆论哗然 终于三月份英国政府派来一个委员会调查情况 委员会发现 英军野战医院居然建在一个化粪池上面 所以饮用水被污染 随即野战医院紧急搬家 这才终于把伤兵的死亡率降了下来 说到这里 大家对英国的印象应该糟了 不能再更糟了吧 怎么回事 不是说大英帝国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吗 怎么战争打这么荒腔走板 看完整场战争的相关史料之后 我的理解是 太平日子过惯了 忘了怎么打仗 这个时期的英国 富强绝对无庸置疑 英国海军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英国政府真的已经忘记 怎么打一场大规模的路上战争了 各种后勤补给搞得一头乱七八糟 所以 最基本的战地救护工作 要靠南丁格尔跟泰晤士报来招募志愿者 所以最基本的战场东庄问题 要靠民众募捐东一来解决 甚至于维多利亚女皇还得公开宣称 温莎堡的所有女士 包括她自己都正在给前线将士织毛衣 你说这可不可笑 英国女皇帮助前线将士的对策 居然是自己动手织过东的毛衣 这是英国人缺乏准备的一面 但是英国的硬实力也是无法忽视的 开战前 克里米亚与伦敦的通讯要五天 从巴拉克拉瓦到瓦尔纳靠轮船花两天 从瓦尔纳到贝尔格勒靠骑马送花三天 从贝尔格勒到伦敦靠电报传输15分钟 然后英国的硬实力就展现出来了 1854年冬天 法国人在陆地上把电报线铺到瓦尔纳 1855年春天 难度更高的巴拉克拉瓦到瓦尔纳的海底电缆 被英国人铺设完成 此后前线与伦敦的通讯从五天变成两小时 再然后 瓷库台的占地医院更新完成 从1855年1月的每个月病死3000人 变成4月份的582人 最后 英国海军运输舰运来足够的补给物资 把英军的克纳小帐篷变成坚固的小木屋 还从巴拉克拉瓦到前线铺设了一条铁路 这条10公里的铁路建成之后 上百万发的炮弹可以从港口直接运到前线 到了这个阶段 俄军就没有任何胜算可言了 但是沙皇并不了解这些变化的意义 沙皇只知道 他绝不能再度失戏于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 所以俄罗斯必须要继续打下去 幸好沙皇并不缺兵源 很多农奴是这场战争唯一个机会 1854年春天起 俄国农村流传着一个谣言 自愿参军的人战后就会获得自由 其实这真的是个谣言 各地官员们纷纷出来辟谣 但是这反而激起了农奴们的强烈愤慨 你们这群小人想玷污陛下给我们的恩典吗 总之大批的农奴纷纷涌向征兵战 因为这可是数十年来少有的 可以合法脱离地主管辖的时机 有了这么多自愿重军的人 虽然装备上落后一点 沙皇也觉得可以再战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联军控制了海洋 俄军只能通过冰雪泥泞的陆路 用马车和牛车 越过俄国南部大草原来补给 因为此时俄国的铁路才刚刚开始兴建 只望不上 这让俄国难以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只能不断地跟英法联军打消耗战 只是这还不是沙皇真正忧心的事情 对于有百万大军的俄国来说 沙皇数字多寡 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沙皇真正忧心的是西方国家可能成型的 俄国包围网 对广土重名的俄罗斯来说 这才是值得担心的事情 现在的情况是 英国与法国在克里米亚包围俄军 英国和瑞典海军正堵住波罗的海 奥地利和普鲁士似乎正在密谋进攻波兰 而土耳其可能跟英法配合 从巴尔干跟高加索地区攻入英国本土 如果这个俄国包围网真的出现 俄国将无法抵挡 届时 俄国将不得不从所有的前线撤退 放弃乌克兰波兰巴尔干高加索地区 尽一切力量死守俄罗斯的核心领土 上述这些内容来自尼古莱伊士亲手写的备忘录 如果这种现象成真 那俄国将倒退回彼得大帝以前的时代 辛辛苦苦20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那尼古莱伊士将被后世的俄国此名唾骂 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关键在于奥地利人的态度 英法远在天边 不可能真的远征俄国本土 克里米亚虽然洞见观瞻 但却非致命要害 就算真的丢失也不会伤筋动骨 真正能给俄罗斯致命伤害的是奥地利 现在俄国与英法正打得不可开交 万一奥地利人在波兰和乌克兰两个方向动手 这可就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 随着俄罗斯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奥地利人趁火打劫的态度越来越明显 1855年的1月初 在俄军接连战败的情况下 奥地利与英法结盟公开宣示将确保 多瑙和诸公国不被俄罗斯入侵 撒谎最担心的情况来了 更糟糕的是 拿破仑三世还找来了新帮手 1月26日经过一系列法国主导的漫长谈判 意大利的皮安蒙特撒丁尼亚王国加入英法联军 宣布将派15000人到克里米亚参战 这个撒丁尼亚学过中学历史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 这就是20年之后 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统一起来的核心力量 此时撒丁尼亚跑来躺着躺浑水 就是想换取拿破仑三世的支持 将来对奥地利开战时好歹有个照应 这其实也是英法想敲打一下奥地利啦 如果你小时给我搞什么两面三刀出弓不出力 那我就支持撒丁尼亚统一意大利 要知道 当年打败拿破仑之后 奥地利趁机拿到两个讲意大利语的地盘 伦巴迪和威尼斯 这两个负得流油的省份年年上贡大笔税金 让奥地利得以从拿破仑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重新坐上欧洲一流大国的位置 现在英法两国拉来撒丁尼亚 就是摆明的告诉奥地利 代替你的小伙子已经来了 你看着办 事实上后来撒丁尼亚的确是跟法国密谋 以哥让萨弗伊跟尼斯给法国为代价 换取法国帮着打撒澳战争 开启意大利统一的旅程 这些细节以后我们讲德意统一专商时再说吧 说回克里米亚战场上 此时的英国正因为兵源不足而困扰 因为这几个月英国远征军的高死亡率 透过自家媒体的大肆渲染 已经让英国小伙子对当兵失去兴趣了 到了1855年的春天 英国在克里米亚只剩两万五千名士兵了 怎么招不到新兵 撒丁尼亚派了一万五千名胜利军 正好解了燃眉之急 英国内阁同意支付一百万英镑军费给撒丁尼亚 换取这支部队听从英军指挥 这与缺险的撒丁尼亚一拍集合 于是英军获得了续战的底气 上述这些外交恶号接连不断的传到圣彼得堡 让撒谎整天忧心忡忡 于是决定先发制人 免得联军发动新的登陆作战 从皮里科普切断整个克里米亚半岛 那样的话塞瓦斯多波罗就彻底没救了 于是撒谎下令 夺回联军最初登陆的耶夫帕托里亚 一方面这样可以稳固对皮里科普的防守 另一方面此时驻守当地的是最软的柿子 其实就是奥马尔趴下率领的两万名土耳其士兵 撒谎打算拿这个软柿子来提升一下士气 如果能够顺利拿下就接着要求外交谈判 为此撒谎冒着严寒的低温 连棉大衣都没穿就去视察部队想振奋士气 没想到回来后就换上了重感冒 这本来不是什么致命的疾病 却成为压垮尼古莱一世的最后一根稻草 2月17日 俄军以19000人加108门大炮 打算突袭耶夫帕托里亚 没想到走漏风声 联军早就严正一带 在折损了1500人之后狼狈的败退 2月24日 战班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 这让沙皇从重感冒变成了肺炎 3月2日沙皇去世 消息很快传开了 历来俄国沙皇的健康状况都是机密 所以外界并不知道 沙皇曾冒着风雪阅兵而感冒的情况 忽然之间听说沙皇去世 谣言士奇 传得最广的就是沙皇服毒自杀的额传 据说沙皇承受不住战败的消息 要求医生给他毒药服毒自我了断 这些谣言越传越广 搞了群情激愤 一些贵族军官聚集在东宫门口 要求猝死御医 吓了这位从热曼聘来的高兴御医连夜跑路 史学界普遍不相信沙皇是自杀的 主流的看法是沙皇是病死的 死前在病态上曾把皇太子叫来交代遗言 我一直尽最大的努力 我不缺乏良好的愿望 缺乏的是知识和远见 我请求他们的原谅 这里的他们说的是塞瓦斯多·波尔要塞里的将士 沙皇去世的消息在几个小时之内 就传到了巴黎和伦敦 两国股市随时大涨 但是新沙皇亚历三大二世并没有停战的意思 继承皇位的新沙皇此时36岁 他多年来广泛游历西欧各国 其实是个自由派 多年来都跟他父亲不太亲近 但是他也是个坚定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新沙皇认为 俄国不能接受任何屈辱的和平条件 任何谈判都不能伤害到俄罗斯的尊严和荣耀 否则就要继续为俄国的神圣目标而战 于是办完葬礼之后 新沙皇下令要求塞瓦斯多·波尔的守军 以破釜成舟的精神 出城进攻法军和杀定王国军的阵地 看能否造成对手惨重伤亡 逼迫对手桌上谈判桌 结果是很显然的 此战联军伤亡1800人 俄军阵亡2273人加4000人受伤 另外有1742人失踪 应该都是趁乱跑路了 这一次的猛攻耗尽了俄军在要塞里的最后力量 但是新沙皇的命令仍然是继续增援不准撤退 于是俄军与联军又继续僵持了一个夏天 眼看着天后恶劣的秋天就要到来 万一秋天打不下要塞 就得再熬一个冬天 联军将士纷纷表示 不管伤亡多么惨重 也不愿意再撑一个冬天了 于是从8月底开始 每天平均有5万发炮弹轰击马拉科夫要塞 俄军每天要伤亡上千名士兵与百姓 看来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 9月8号早上10点 每天都有的炮击忽然停止了 俄国人在马拉科夫要塞城头上看到 满山遍野的联军扑了过来 主攻部队是3万5千人的法军 11点整鼓手开始雷鼓 号角开始吹响 军乐队奏响了马赛曲 9千人的麦克马洪师高呼 跳出战壕向着要塞阵地冲去 此时正是俄军换班吃午饭的时间 法军冲进来的时候 很多俄国兵连枪都来不及拿起来 10分钟之后 法国的三色旗就飘洋在马拉科夫要塞上空 这也意味着塞瓦斯托波尔的沦陷 但是战争还没结束 让我提醒你一下 当你的对手是俄国人的时候 不要低估对手忍耐挫折的能力 9月13日 沙皇亚利三大二世前往莫斯科 他向全俄罗斯喊话 记住1812年 如亚利三大一世 在拿破仑入侵俄国时那样的坚强 9月14日 沙皇还写信给外交部长戈尔恰克夫 塞瓦斯托波尔不是莫斯科 克里米亚不是俄国 莫斯科被烧毁两年后 我们的胜利之师就进入了巴黎 我们仍是俄国人 上帝与我们同在 然后 沙皇要求拿下一个敌军的战略要地 以便在接下来谈判当中 能够讨价还价 这个战略要地就是卡尔斯 这是从高加索地区通往波斯与印度的必经之路 如果俄军拿下此地 就能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利益 而当地已经被俄军包围超过一年了 结束克里米亚战事之后 10月22日 土军紧急增援卡尔斯 但是10月底的一场雪 把援军挡在了路上 这里距离西方实在太遥远了 英法联军优势的海军跟铁路运输根本鞭长莫及 于是土军投降 沙皇拿下了卡尔斯 此时沙皇占领的领土 其实比自己刚刚失去了还多 亚历山大二世觉得手里有了筹码 于是开始谈判 其实大国对抗的局面往往如此 总是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筹码可以谈的时候 谈判才会真正开始 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给你一点启示呢 好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此时的局面吧 此时反而阵营当中 最希望达成和平的是奥地利 毕竟奥地利与俄国接壤 不想逼虎伤人 再来是法国人 法国人此时已经心满意足了 正是自1815年以来 法国再度战胜欧洲大国 巴黎民众涌上街头 喝酒跳舞 高唱爱国歌曲 拿破仑战争之后 这么多年的屈辱已成为历史 法军在野战中又战胜了一个欧洲强权 还攻克了俄军重兵防守的要塞 这给法国人带来极大的民族自豪感 只要顺着法国人的这股民意 谈判不是不可以 问题在于英国人的态度 此时的英国人仍然不想松手 此时的英国首相 已经换成激烈主战的帕麦斯顿 英国此时的态度是 不再以成功保卫土耳其为满足 而要趁此良机打击俄罗斯 彻底解决未来在西亚与东亚的潜在威胁 帕麦斯顿内阁的意见是 俄国人被揍得还不够 目前情况下还不适合谈和平 英国人提出的和平条款是 俄国必须放弃对多瑙和流域诸国的干涉 俄国必须放弃黑海沿岸所有的海军基地 这当然是狮子大开口 但是英国的媒体比英国政府还激进 伦敦的反俄报纸每天要求帕麦斯顿 在1856年春天发起对卡朗斯塔德的进攻 把芬兰从俄国手里解放出来 提醒一下卡朗斯塔德军港是圣彼得堡的大门口 姑且不论这种媒体叫嚣是不是太疯狂了 首先英国人就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俄国同意 如果你看过前两集关于这场战争的分析 你应该也发现了 在这场战争中真正的主角是法国 没有法国的支持 单凭英国那支小小的远征军 是没法在遥远的东方压迫俄国同意任何条件的 在这种地方作战英国无敌的海军没什么用 而法国人此时已经被战胜的荣耀充饱了气 这时的拿破仑三世绝不肯当英国人的小跟班 何况法军部队其实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 此时法军部队正在流行伤寒 每天病死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战死的人数 高达31万的法军远征东方也让法国财政吃紧 更别说大量农民被征兵减少了这一年的收成 到了1855年的11月份 连巴黎人都感受到面包店的食品供应 不像以往那样充足了 到了这个时候 连那些热爱战争的媒体也开始敦促拿破仑三世 该考虑结束战争了 而真正让拿破仑三世下定决心的 是他同母异父的兄弟 大铁路开发商莫尔尼公爵 这位人脉极广的大商人 是拿破仑三世政变的大帮手 1855年3月2日 此人担任法国特使 前往参加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典礼 然后他就碰到了俄罗斯公主索菲亚 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 因此莫尼公爵极力劝说拿破仑三世对俄友好 他的说法是 俄国对法国来说是个大金矿 得好好把握 这是接下来的20多年 法国商界投资俄国的大背景 于是西欧外交圈开始流传着一个传言 俄国甚至可能跟法国单独购合 如果没有法国 想要继续跟俄国作战风险极大 于是奥地利人见风转舵 澳国外交大神布林公爵 赶紧召见法国驻威纳大使 后者则带上了莫尼公爵 一起来谈条件 莫尼公爵暗示 俄国人会接受先前的和平条件 于是奥地利人也同意了和平 条件比英国人要求的那些稍微打了点折扣 变成了俄国退出多脑河加黑海中立化 并没有强硬要求俄国退出黑海 11月18日 法奥朝尼的和平建议送到伦敦 英国女皇看过之后表示 可以接受 因为这就是战前英国自己提出来的条件 但是主战派的首相帕麦斯顿觉得不行 主要不是俄国让步太少 而是英国的面子问题 首先英国是战争主导者 但是这个方案事先没有征求英国人的意见 你奥地利又不是参战的一方 你跟法国私下搞搞 就想让大英帝国照单全收 在这 方案里面没有提到波罗的海该怎么处理 这让帕麦斯顿觉得还不够 还得再强硬一下 不过在内阁会议上 阁员们差不多都反对他 毕竟英国的民意已经开始转向 冬天到了 老百姓想让子弟们回家了 最后女皇私下召见帕麦斯顿 女皇说服了帕麦斯顿开始谈判 当然帕麦斯顿仍然只是英国外交人员 多提一些严厉的条款 试着激怒沙皇 让英国有理由继续战争 那么沙皇是怎么考虑的呢 俄罗斯的主战派 也每天在沙皇面前长篇大论 什么冬天又到了 联军撑不住 拿破仑三世没钱 法国人比你还想要和平 总之怎么说就是要继续打 这让沙皇犹豫不决 最终11月21日 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瑞典宣布加入西方阵营 签署军事协定 然后沙皇又收到普鲁士国王 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的来信 信中暗示 如果战争继续 他可能不得不选边站 这几乎是要与整个欧洲为敌 这让季月将的沙皇也撑不住了 沙皇终于不再坚持 命令通知奥地利人 除了不能让出比萨拉比亚 因为俄罗斯的土地虽大 但是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其他条件俄国都接受 消息传到西方 法国表示没意见 但是换成奥地利人不开心了 因为这样一来奥地利就一无所获了 于是威胁要跟俄国断交 英国表示好啊继续打啊 谈判在路线处将取 转过年来1856年1月12日 奥地利外交大臣布林通知俄国 如果俄国不接受和平条件 六天后奥地利将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 随即普鲁士通电支持奥地利 三天之后1月15日 沙皇在东宫开会 几乎所有大臣都变成组合派了 第二天圣彼得宝传出电报 沙皇接受奥地利的条件 1856年2月25日 和平谈判在法国巴黎 塞纳河畔的法国外交部新大楼举行 这里位于奥赛码头大街上 有趣的是40年后 法国人在附近建了一座桥 取名亚历三大三世桥 因为当时法额再度结成同盟 于是以此为名 40年过去风水轮流转 亚历三大二世地下有之 应该也会消气了吧 这场会议象征了法国 真正重回欧洲大国行列 我也那时代已成过去 巴黎才是欧洲的中心 巴黎的报纸评论 现在整个欧洲都试着要取悦 拿破仑三世 比如说 奥地利本来不愿意让 撒丁尼亚王国出席 但是拿破仑三世决定邀请 奥地利也只能吞了 这是历史上 撒丁尼亚王国第一次成为 欧洲列强 反之 后来威风凛凛的普鲁士王国 却没有被邀请出席 客观来说 普鲁士也算是帮着压垮 俄国人的半根稻草 但是拿破仑三世 不想看到普鲁士露脸 后来靠着奥地利好说歹说 英国人也帮腔 普鲁士才在会议最后阶段 获得一张椅子 那么这场巴黎河 会谈成什么样子呢 首先 俄国割让部分的 比萨拉比亚给土耳其 这是17世纪以来 俄罗斯第一次割让土地给土耳其 然后多脑河变成了各国 可以自由航行的河川了 再来 就是英国人最在乎的黑海中立化了 经过争论之后 连亚述海都必须要中立化 要知道 亚述海相当于中国的渤海 现在必须允许各国军舰自由出入 俄国人简直就把尺字写在脸上 俄国人唯一保住的一点面子 是替东正教会抢回了圣地保护权 这其实只是虚名 算是列详给俄国一个面子 不过撒谎很在乎这个 收到通知之后 撒谎亚历三大二十向天祈祷 俄罗斯 你的努力与牺牲没有白费 经过二四场官方讨论 以及无数次的时下磋商 3月30日下午1点 合约正式签署 几天前 拿破仑三世唯一的儿子刚刚出生 这算是拿破仑三世人生的顶点 签署协议之后 联军开始从克里米亚撤军 联军带走了大量战利品 主要是抢来的 带不走的呢 比如说英国军队的木屋屋 都卖给了俄国人 或者送给那些在战争中 失去家园的当地人 大量的罗马也被借卖给 或者送给当地人 当然了 数十万将是永远的长眠 在克里米亚了 好了 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的 全部经过 当然了 还有好几个问题没有讲完 这场战争的深远影响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这些影响 我将在后续的故事中 接着交代 但是 现在我想暂时告一个段落 下一期 我想谈谈这个时代的 另外一场战争 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的战役 本期的故事 是天好公外科的会员 赞助完成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也想听到 更多精彩的故事 欢迎加入支持 感谢您的收看 也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